再過幾個月,我將要滿30歲了 人生如果能活到90歲,我已經走了1 3 想起以前當體操選手的日子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訓練 更別說是放假去旅行 這一次我想用機車環島的方式 來紀念這個人生三分之一之旅 第一站來到基隆 這次旅行有個想法 就是想問問每個在地人 他們來到當地,第一件事 會想去哪,或是做什麼 結果大部分的時間都會推出 一場單,不信任何人都會推出 阿姨沒有嚇到吧 去基隆最常聽見的就是下雨 那基隆應該就是一座充滿浪漫詩意的城市吧 品嘗路人推薦的村美肉園 來到當地最著名的基隆夜市 做一個後空翻開啟我環島的第一個落地 接下來我們就往宜蘭出發 沿路雖然細雨綿綿 但運氣好的是到了冰海雨就停了 可以讓我好好享受沿途美麗的海景 第二站來到宜蘭的礁溪 當我快騎到宜蘭的時候稍微下了一站小雨 所以決定一道礁溪先來泡溫泉 讓自己的身子冷一點再出發 宜蘭帶給我很多回憶 小時候的比賽大部分都是在宜蘭進行 所以到這邊回憶就開始湧現出來了 晚上和兒時一起參加訓練的朋友吃頓飯 喝點小酒聊聊往事 結束第一天的行程 第二天起床後吃個早餐準備前往花蓮 出發前一樣問了在地人 他們來到當地第一件事會想去哪 謝謝路人招待 謝謝宜蘭人 他們推薦我到東山河生態園區 裡面很漂亮 還有厲害的完美景點 天氣如果再好一點 這裡真的很棒 坐一個後空翻 落地在宜蘭的第二陣 終於要開始從宜蘭往花蓮出發 因為現在有梳花改 所以大部分的汽車都會走那條 山區也突然 頓時變得安靜了 沿路有兩個多小時的行程 時不時 還是會讓我想起以前的事 或者未來的事 當周遭不再紛擾時 內心的聲音就更加清楚 而這一路 突然變得好漫長 島边到了今晚住的親旅後 搜拾一下行李 前往附近的景點 这趟旅行 我没有规划任何想去的地方 因为我想要让路人替我致意 人生的路上 本来就会遇到很多有趣的人 好玩的事 还有很多未知 会再慢慢开启 到东大门夜市 吃一点小吃 回到情侣 和刚认识的朋友 一起聊着彼此的故事 结束一天 比辈的身体 第三天和昨天在情侣认识 也一样在环岛的伙伴 一起拍张照纪念 这一次的遇见 一起去当地有名早餐店 美轮红茶 美轮红茶 这次来在地人推荐的东华大学 里面真的很大 大多是欧式建筑 怎么拍怎么好看 拍了张网美照 做一个后空班 代表我登陆花莲了 在花通众谷上 中间经过10梯坪 也想一探究竟 这里有多美 时间很快地来到台东 今天是除夕的前一天 所以轻旅都没什么人 所以轻旅都没什么人 店家也都没有开 顿时想起我还有一个朋友 住在台东 花通重苦这段 本来是要慢慢的欣赏美景 可惜天空不作美 本来拖着疲惫的身躯 准备迎接明天的 于是 他就出现了 就要一只 自己散步 拿着酒散步 ok 第四天出太阳了 今天的行程是到屏东 吃完美食 接着回到高雄家 中间休息来到台东 朋友推荐的甜花村 这里是当地的文青景点 有着市集可以逛逛 昨天晚上因为下着大雨 改成早上特地经过 做一个后空班 代表我登陆台东 往屏东的路上 又是一段三小时的漫长旅程 到达屏东 想起以前老爸经常带我们去夜游 必定会来吃的阿狗小吃店 那里的美味让你长大后 依然还是会想念 小心 笑 rzeczy 看 你 拉 讓你直接跟他干亂的 Sus 市ست 7 沒有狗 沒有狗的話看風景 餐也可以 抵達屏東的舊鐵橋 這裡是當地人推薦的好地方 據說還有很多高中生的秘履都會來這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來過呢 最後做一個後方方 代表我的屏東了 終於準備回高雄過年了 一切都在計畫內 回到高雄感觸都會特別多 爸爸來幫我開門 到了家 有種受不上來的溫暖 媽媽在19年時去天堂玩樂了 難免還是會出警傷勤一下 到家了 回到家真的很溫暖 還有一個小夥伴 會來迎接你的到來 接著就按照計畫的一樣 迎接除夕夜的到來 接著就按照計畫的一樣 迎接除夕夜的到來 接著就按照計畫的一樣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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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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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姐姐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我也有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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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高雄中列池 是我小時候最常跑的地方 長大後 還是會想來這個地方 做一個後空翻 代表 我登陸高雄了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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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應該是讓我最想哭的地方吧 一個人在台北生活 北標的日子 也漸漸習慣回來後 過每幾天 又要再向家人道別 以前有位教練跟我說 一個月見一次家人 一年也才12次 所以我很把握每次回來 與家人相聚的時光 在台南 時間過得很快 下一站台南 抵達後 有朋友約在文章牛肉湯 先來吃一頓在地美食 台南是一個美食天地 接下來 跑一趟觀光客會去的景點 一帶京城 做一個後空翻 代表 我登陸台南了 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這裡嗎 台南人也不知道怎麼介紹 這邊是觀光客才會來吧 辛苦了 下一站 嘉義 因為一天要到台中 所以中間不能停太多的時間 這邊 我們到嘉義了 這裡來朋友推薦的森林之歌 嘉義來到森林之歌 這邊就像影片敘述的一樣 就長這樣 它就是一座鳥巢 那我也在這做一個後空翻 代表我 登陸嘉義了 現在到雲林 落雨手 是沒有看到落雨手 到雲林 直接找一個當地景點 據我所知 這邊好像 真的什麼都沒有 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跳過 但我還是想去尋找這裡的秘境 剛好遇到當地人 做一個後空翻 代表我 登陸雲林了 然後 這邊什麼都沒有 落雨手 農門 耶 阿嬤妳說妳有看我這邊嗎 對 阿妳是我的粉絲之一嗎 對 水 讚 讚 好 謝謝 妳要把她抄落 妳就把她說要抄落 妳一定會這樣 對啊 啊 悄悄來啊 抵達了彰化 因為學弟的關係 去他們家吃了一頓 豐盛的晚餐 與他們一起同樂 和熱情的阿嬤一起拍片 真的好喜歡 好喜歡他們 第一次來彰化 會想些哪 這個家庭充滿了熱情 還有和二隆隆的氛圍 真的很想把剩下的假期 都留在這裡 阿嬤我請開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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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手牽手 謝謝 謝謝 還有錄影 謝謝 好 妳不用先 耶 我們不要再剪刀 謝謝 好棒喔 謝謝 妳要到 他們就是這麼的純真 跟可愛 知道我在拍片 全家人 還不忘的支持我 謝謝 謝謝 好 多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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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要想什麼 需要打 為何不可以 我還是不可以 我做得到 謝謝 那還要去 我可以 我可以 我一定會 你 我想 我可以 做一個後空翻代表我登錄彰化了 來到台中旺遊谷 這裡的清幽感可以讓你徹底放鬆 有朋友說因為大自然充滿能量 所以待在大自然裡會很舒服的感覺 回鄉起這段旅程即將結束 回到台北要繼續迎接未來的挑戰 只想在這裡大聲的大喊一聲 加油 做一個拉傷腹肌的後空翻 也代表我登錄台中了 抵達苗栗這裡是啤酒工廠 只想告訴大家 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由於看到啤酒 我只想到這句話 剩下的就交給你們自己看了 拖著拉傷腹肌 我真的不敢再搬了 爆溪跳 登錄 苗栗 剩下最後兩站 抵達新竹 享受這日落的美景 一切都好美好 迎接太陽的膝下 腹肌的拉桑 用一個包膝跳 為這段旅程準備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最後想在這裡告訴大家 如果未來真的還有機會 我會願意再用機車 彎倒一次 這一次的彎倒的資歷 人生一定要有一次 棒棒 棒棒 最後兩站 快結束了 最後兩站 抵達桃園 新年快樂 最後一站 台北 GO 桃園站到了 也宣告在四十分鐘後 我們將結束這個行程 爆氣跳 登陸桃園 我便宣告在這裡 9月 我為了 你收到 還有就是 你收到 你收到 為了 啊~~ 我到家了 終於抵達了台北 回到了我溫暖的床上 最後還有一些話想告訴大家 最後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環島是一件很棒的事 體會大自然 人事物 回想起種種規劃的未來 只要告訴自己加油 相信你們 都做得到 就算是一件很棒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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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一件很好的事 就算是一件很好的事 不就是一件很好的事 都會在一起